每天在这里,遇见生活,遇见艺术,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,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,在现实生活中,你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,甚至能改变你的成长轨迹,决定你的人生成百,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,和勤奋的人在一起,你不会懒惰,和积极的人在一起,你不会消沉,与智者同行, 你会不同反响,与高人为武,你能增受巅峰,科学家认为,人是唯一能接受暗示的动物,积极的暗示,会对人的情绪和生理状态产生良好影响,激发人的内在潜能,发挥人的操场水平,使人进取,催人幻境,远离消极的人吧,否则,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,使你渐渐颓废,变得平庸, 积极的人像太阳,照到那里哪里亮,消极的人像月亮,初一失误不一样,态度决定一切,有什么样的态度,就有什么样的蔚蓝,性格决定命运,又怎样的性格,就有怎样的人生,有人说, 人生有三大幸运,上学时遇到好老师,工作时遇到一位好师傅,好老板,成家遇到一个好伴侣,有时他们一个甜美的笑容,一句温馨的问候,就能使你的人生与众不同,光彩照人,生活中最不幸的是,由于你身边缺乏积极进取的人,缺少远见真实的人, 使你的人生变得平平庸庸,暗然失色,有句话说的好,你是谁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,古有梦目三千,足以说明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,雄鹰在鸡窝里长大,就会失去飞翔的本领, 怎能搏极长空,翱翔蓝天,夜狼在羊群里成长,也会爱上羊儿葬式狼行,怎能叱咤风云,驰骋大地,原本你很优秀,由于周围那些消极的人影响了你,使你缺乏向上的压力,丧失前进的动力,而变得俗不可耐,如此平庸,不是有这样的观念吗? 大多数人带着未演奏的乐趣走进了坟墓,如果你想像神经一样,翱翔天空,那你就要和群里一起飞翔,而不叫语言却为武,如果你想像野狼一样吃橙大地,那你就要和狼群一起奔跑,而不能与路羊同行,正所谓画眉马却不同嗓,金鸡鸟鸭不同窝,这也许就是潜移默化的力量和耳濡目染的作用,如果你想聪明, 那你就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,你才会更加睿智,如果你想优秀,那你就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,你才会出类白菜,俗话说,物以类质,人以群分,之所以会出现一个宿舍都考上研究生,同一班级能考上多个名校生,大概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吧, 读好书,教高人,乃人生越大庆史,一个人身价的高低,是由他周围的朋友决定的 朋友越优秀,以为着你的价值越高,对你的事业帮助越大 朋友是你一生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,因为朋友的相处和激励,你才会占无不胜,不忘无前,人生的傲尿之处就在与人相处,携手同行,生活的美好之处则在于送人玫瑰,手流于香,人生就是这样,想和聪明的人在一起,你就得聪明,想和优秀的人在一起,你就得优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。 并订阅本频道